大家好,我是万邦君,欢迎来到这期节目 当你在YouTube搜索悉尼房产的时候,你一定会搜索到我,万邦君本人 很多人认为我是极端拥护悉尼的房产,瞧不起和GIS其他州的房产 尤其是那些小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房产 在我眼里好像只有悉尼摸日本的房子才能生 其实如果你这么想我的话,你对我是有个误解 当然我做了一期节目,我说我不看好布里斯班的房产 但同时的话,我也给出了具体的原因 然后呢,也指出了PERS当时是比较适合投资的 话说呢,还是2022年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其实悉尼房产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完美 我今天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认为悉尼房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然后呢,你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在悉尼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其实悉尼的房产,它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首当其冲呢,是它的价格非常贵 你在这个城市买一个中价位的房子,16070万 在很多其他的城市呢,你可能都买到一个入门级的豪宅了 中产以上的区域,但是在悉尼你刚刚入门 买到是一个刚刚入门级的房产 然后呢,悉尼房产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些年流 如果你去阿德,去PERS,去昆州,去买房 总是能赶上机会,这个房租啊,可以给你养房子 但是在悉尼呢,这种机会非常非常的少 除非你在后院盖个grannyflat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常说啊,悉尼呢,是有一个供需平衡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很多当地的悉尼构化中介 曾经就鼓吹过啊,悉尼北边是国家公园 南边是国家公园,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阑山 所以我们是个盆利,供不应求 但现实是呢,政府通过大量的rezoning啊 改变这个土地的属性 所以使悉尼呢,很多的地区呢,能造大量的公寓 在2017年到19年期间呢,出现了大量的公寓过剩啊 搞得当时也影响了悉尼的房价 而且呢,你说悉尼缺house,然后呢,你往这个悉尼西南那部分 一直延伸到坎培嘎,整个那片土地呢,非常的平坦 你想造多少house都是可以的 当然,基础设施能不能上的话,那就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啊,悉尼的话,它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它有很多自身的缺点 从这个价格上啊,从租金上 甚至从这个供需上,感觉悉尼其实都不像人说那种啊 悉尼的房子就买了,不管什么价位的房子啊 不管是公寓,townhouse,还是说这个house 买了之后,你就比别的周强 这点呢,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但是呢,经过对所有州的调研啊 我确实认为呢,悉尼有它的一个独特性 而这个独特性呢,又是其他州所取代不了 从数据上来说呢,就是2008年以后呢 澳洲的几大收府城市就没有出现过 单年呢,能涨幅超过20%以上的这种涨幅额度 从2008年以后,唯独悉尼做到了 在2008年以后的岁月里呢 悉尼有好几次年涨幅呢,是超过20% 如果说一些特定的区域啊 它涨幅能超过这个价值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的悲害滩区 所以悉尼呢,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呢 依然是有一个很强的爆发 如果你说单年度最大的涨幅呢 曾经发生过PERS 那就是单年度出现过50%的涨幅 但从2000年以后呢,这种比较夸张的涨幅呢 我觉得在各个州统计数据上是越越少 因为呢,我其实也怀疑啊 因为过去的时候信息也不发达 然后呢,房屋的销售机会呢 收集的也不是特别全 所以呢,就是说统计上难免会出问题 但是等了这个网络兴起之后呢 我们有更多的数据出现 然后real state, domain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统计数据越来越准确 在这种情况下呢 悉尼呢,仍然能在单年呢 爆发出20%以上的涨幅 要知道这个是基于悉尼已经很贵的情况下 而且呢,悉尼的很多涨幅呢 它是不是靠行业和政策去带动的 比如塔斯曾经有一波非常强的涨幅 但是呢,是政府说呢 去塔斯那边算是遍野地区 你在那边呢,更容易拿到签证 更容易申请大学 更容易拿到PR,拿到身份 所以呢,是政府的人为政策上的倾向 然后呢,有的区域的涨幅呢 比如像PERS 最近的涨幅呢,是过去已经有10年 都没有怎么涨 然后有了一波涨幅 有些区域呢,就靠行业嘛 比如说PERS以外的一些区域 那可能说之前都已经是房价给的不行了 但是呢,矿业开始起色 那它的价格也开始跟着涨 但是悉尼的涨幅呢 纯粹是靠着更多移民的选择 很多有钱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富豪 他们呢,在来悉尼之后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他首选就会选择悉尼 因为有最多的赚钱机会 同时这里的气候呢,也非常宜人 所以悉尼呢 我相信不只是现在 未来,他一定还会有更多这种 20,30的这种非常大的涨幅 这是悉尼的一个命令 而且从数据上来说的话 你如果是非要看50年40年的数据 20年的数据 悉尼的涨幅呢,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 跟墨尔本是不相上下 就看你统计嘛 如果你有的时候你按30年统计 那墨尔本第一名 而25年呢,又变成悉尼是第一名了 总体来说呢,悉尼的房产 从数据领域上来看的话 它是拥有最强的一个基本面 而且呢,它的这个涨幅的推动呢 是完全不靠政府的政策推动 或者是行业的兴衰 或者是说长时间没涨 憋出来的这个涨幅 所以它的涨幅是自然 而且不断可持续的发展 这是我对悉尼看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悉尼买个房子 除非发生世界大战 它现在不涨 它早晚会在未来 会见到一个可观的涨幅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有钱人不断会移民到这里 一个是很多做188的一些投资移民 纷纷来到悉尼这边 开始窝户了,开始买房了 然后再比如说一些新西兰的移民 他也选择在悉尼这边创业 最后买房 所以造成了悉尼的这边的话 有非常强的基本面的支撑 它不靠政府的政策 它不靠单一行业 它有很多东西去支撑悉尼的房价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悉尼房价贵 真的是有贵的道理 我常常见到一些人啊 抱怨说悉尼房价太贵了 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是 他们这些人抱怨说房价太贵 受过压力的人 你让他们现在立刻拿出了 100万澳币或七八十万澳币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明白一脸啊 这些人本身就是产生 悉尼高房价的问题所在 在悉尼的人都是太有钱了 真的,每个人手里能拿出一大笔钱出来 这是我周围的圈子 我所看到的一个事情 当然可能你不会同意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悉尼比较独特一点 就是悉尼的公寓是可以涨的 其实你无论去任何城市去看 就公寓涨幅都是输给耗死的 而且呢 是不但可以跑用通账 然后呢 甚至可以跑用house 像曼里过去呢 做到了30年 房价涨了8倍啊 公寓的中家位 因为只有悉尼呢 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区域呢 有很贵的house 但是同时有公寓 而且当地的公寓已经是不可开发的 这种区域已经非常非常少 你像去Murban 你像Brighton 也是个富人区 但是Brighton到现在为止 还是可以开发很多新的公寓 但曼里就做不到 那这点对人的意义是在意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说想要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当你实际去建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买个四五套房子以后 很多事情来找你 因为house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买四五套公寓 感觉着这个事情 还不如买一套house去多 所以其实公寓是很容易打理的 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讲的话 如果公寓能涨的话 他宁愿是买十套二十套公寓 反而觉得更省心一些 所以说你看到有些犹太人 他们投资的话 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不是买house 我见过他们就是直接在邦大 买一个apartment 就把整栋公寓楼全买下来 装修完 然后自己留着出租 可能过二三十年以后 可能自己要去世了 然后儿女不想持有财产 他会拿出来卖 而且这些公寓的含例价值 其实也不低的 这是悉尼的第二个 一个独特方言 就是悉尼的话 它的公寓是可以长的 对于一些大资金来讲 其实反而是更适合持有的 你持有太多house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悉尼的话 它就是有空虚矛盾 空虚矛盾不是简单的 在国华中介给你洗脑 说的一句话说 悉尼每年有这么多人进 然后房子可开发性房产很少 我们有一个防荒 就是买不到合适的房子 但是你说这么多年 我也没看到谁来悉尼 因为租不到房子 睡大街 对不对 其实悉尼房子要很多 你如果想要住便宜的房子 你去里坎本 那些红砖公寓 你要多少有多少 价格也不贵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想住house package的话 其实七八十万 或者八九十万的话 你往西南那边找的话 找那种200平的小house 你也是能买得到 所以悉尼真正短缺是什么呢 其实悉尼的话 在这个城市当中 就是澳洲塑城当中 包括新西兰 跟新西兰相比 整个大洋洲当中 它是聚集了最多富人的城市 然后也是聚集最多中产阶级的城市 这些中产阶级和富人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置换需求 它握脚之后 它其实已经不愁住的问题 他们可能已经买了一个公寓 或者有个小house 他们想要未来买一个更大的house 但是在悉尼这座城市 符合富人或中产阶级 这种置换需求的房子很少 因为首先 它对学区有要求 但是交通又不差 同时附近有些景色 比如海滩之类的 同时这个房子本身的户型 它也要求 你会发现 预算越高的人 越有钱的人 他对房子越有一些 非常明确的要求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帮一些富人 在做买家中介的时候 发现他们挑房子 挑很久的买到合适的房子 就是因为他对房子 是有很streak 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 但是在悉尼 能符合这种置换人群 中产阶级富人的房产 其实就那么多 所以在我帮人去买房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根据这些 所有买房的人的需求 我列了一个checklist 然后我自己就根据这个去买 我发现按照我这个规格 去买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要抢的 根本就没有出现 说什么价格很低去买到 都是要抢的 因为符合这种东西的房子 真的很少 像我们在排务区 去买房的时候 我只会再买到这个区的 某条街的某几号房子 这个都是有统计的 因为只有这几条街的房子 它是满足我的需求的 这个房子 比如面团购 有车库之类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给富人和中产阶级买房 有的时候是一个 非常费劲的事情 因为好房子真的不多 你看了这么多 发现全都是垃圾 很少能看到 你眼前一辆的房子 而这种房子 一旦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抢 所以这种房子 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不像墨尔本 或其他州 它的地非常的平 然后开发政策 放得很开 比如说你这个 前面是一个house 后院直接可能700平 直接让你盖两个duplex 我们没有这种政策 现在今年刚刚放开 就是很多以前 20米钱宽的区域 现在改做成15米 让你建duplex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区 它完全不让你建duplex 它就是限制你的供给 它有一些区的话 它已经不能再建了 比如说像市区的那些排污区 一些比较靠近CB的区域 它这个区域已经建满了 它也不可能让你拆了 而且它还是保护区 所以我们在悉尼 真正有住房矛盾 不是说对于每个人来讲 都有住房矛盾 是个人来悉尼 就觉得我好难找房子 跟香港一样 我要住房子里面 我可能租人家的客厅 没有那种说法 我们在悉尼 真正的矛盾在于说 中产阶级和这种中上阶级 就是这种富人阶级 他们想要的房子 属于他们制线链范围 要求的房子 其实是非常稀缺的 而这种房子 你一旦持有到手里的时候 它就能爆发一个 很强很大的涨幅 而且悉尼的问题是 在任何区 都有愿意花大钱 住在这个区 像大家如果搜索 马尔赛最贵的房子 大家知道 在马尔赛曾经 有人推到重建盖的房子 竟然卖到300多万 任何区都有富人愿意做 只要你做出一个 符合他需求的好的产品 这点就是悉尼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钱人太多了 只要你能买到符合 这些有钱 置换需求的房子 你就能守护住你的财富 然后这个财富 是未来guarantee的 未来能保证的涨幅 而且这个城市 因为它不受到政策 或者产业的影响 它的话是有多产业支撑的 所以它的财富 是能打造你家族财富的基石 它是非常非常稳的 这是很多城市做不到的 别的城市的话 很多时候政策一改 一有个风水草动 这个城市就蔫了 或者是说 这个城市一有什么产业变了 像有些小镇的话 有的产业 就是政府的项目停 整个小镇人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才是悉尼真正的一个独特性 悉尼的缺点也有很多 我说过 150万以下 除非你去悉尼的周边的 就是卫星城 其实150万 你在悉尼 你能买不到什么 很有价值的房子 只有你的预算 超过150万以上的时候 你才能在悉尼 买到合适的这种投资房 就是符合置换人群的房子 但这种房子好 就是你持有时间够长的话 它还有一层开发价值 有一天你把它推倒重建 或者是加建扩建的话 如果你做的东西是真的好 这个位置真的好 是有人去愿意去接盘的 所以这是悉尼的一个魅力 就是在悉尼会发现 买房挣到钱的人 越来越不断去买房 他已经成为房奴 不断去滚 不断去买 所以你看很多在悉尼 这些做生意的人 在悉尼都有很多很多的产业 为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要跨州投资 难道他不知道 却就在于符合置换人群的房子 实在是太少了 在所有看节目的观众方 你问问自己 如果你的预算到200万以上 你自己问问自己 想找到一套合适的房子 满足你自住区的房子 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的钱明明也不少 但是在悉尼就很难 因为在悉尼的话 符合这种要求的很少 就有的时候在一个区域 想找一个平地的房子 想找一个宽敞的四房五房 想要一些房间超过三乘三以上 都非常的困难 这些房子是我们持有 能打造我们在这个城市 财富及时的房子 这个才是不可动汉的一个财富 这就是我认为 悉尼这个城市一个独特性 在我观察所有城市一个独特性 你现在不在悉尼买房 你未来的时候 也要承受不买悉尼房的代价 因为你未来的时候 你想要挣更高的工资 或者你要来学习 去更好的学府去深造 你早晚有一天又来到悉尼 但是来到悉尼以后 你发现你头十年 如果你不买房 你的收入就全部都给个租金 给个房东去打工 这是现在悉尼房市的一个可怕性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要不要在悉尼买房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 你要问自己一句话 有一天你或你的家人 或你的子子孙孙 会不会有可能来到这座城市 他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当他有一个房子的时候 和一个没有房子人相比的时候 他的起点和开始会不会更快一些 这是我要问您的一个问题 好不好 这就是悉尼房产独特性 既然你打拼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到这座城市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